爱宝在这睡觉呢 两个女儿在旁边打架 把爱宝给吵醒了 爱宝起身之后 连续两次叹气 这个小表情真的是一脸的无赖 爱宝此时的情绪还是很稳定的 还轻轻地拍了一下女儿 一丝一丝地去劝了一下架 真是一个温柔的好妈妈 灰宝这个调皮蛋 连姐姐摔跤她也要学一下 前面瑞宝摔倒 应该是真的不小心 她就像是在学习姐姐 而且顺势摔到姐姐身上 现在还赖着皮不起来呢 这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灰宝把姐姐气到五十了 这个动作之前看到嘴瑞也有过 就是显现在太年妈妈的时候 嘴瑞也是气到像这样跳起来 爱宝走独木桥的时候 有一种女王的气势在 本王驾到通通闪开 先是把回宝推了下去 然后再从瑞宝身上跨了过来 回宝刚开始还想去咬一下妈妈的脚脚 但是爱宝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所以回宝有气没地方发 就去咬了一个竹子去发泄了 爱宝干饭的时候 也是时刻在关注两个废头子 回宝的情歌有时候跟芒小屋挺像的 就是纯粹要去找打一样 爱宝干饭的时候他会要去捣乱 被妈妈教育的时候又特别的怂 而且回宝过来之后 爱宝吃窝头的速度都提起来了 又开始进入一边干饭 一边防御的状态了 看我来一下 就说 persona 所以回宝消息 你要去脱子 在数字的以后 闭口都置掉了 看我把外院折成了 到这个位置 ỡ 真的